每個都說陳家亮醫生很有型 96個小時加起來可能睡了 那時真的人間地獄 令到我現在都覺得 我可以做到Mission Impossible 都覺得這裡真的好像一個家一樣 好,Francis 好難得有個機會跟你坐下來聊天 Hard to heart talk 是的,我們平時都是掛著工作 在內鏡房的時候 你拿著你的鏡,我又拿著我的鏡 大家各有各忙 是的,今天有很多問題 都想運我們兩個 其實這些問題 他們說我們兩個都要回答 那我給你先抽吧,師兄 好,讓我看看有什麼好問題問我 經過多年的相處 你要用什麼形容詞來形容我呢? 當然,亦師亦有 你未認識我,我已經認識你了 因為你除了是師兄之外 當然你是一個很厲害的場外科醫生 在你做場外科醫生 開頭幾年的時候,我還是學生 你只是說我老而已 我是年輕你小小的 當你帶隊在G.I.Round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小小的學生站在後面 我學的東西應該沒有我的女同學那麼多 因為那些女同學霸了頭位 每個人都說陳家亮醫生很有型 被迫藍導學站在後面 不過真真正正很感謝你 就是我們在頭十多年的時候 其實醫學院沒有那麼多教職員 很多時候都是師兄教師弟或師妹 或者師姐教師弟師妹 整個醫學院都是上下一心 你又傳給我,我又傳給下一代 所以這就是我第一個印象 你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你一位是很隨和 很人見人愛 任何人無論那些是很無所謂的 很三千八個人 你都能夠有辦法跟他很平庸相處 這個是你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多謝師兄 你選吧 到我選了 你試過最久沒有睡幾個小時 Philip 大家都是醫生 尤其是那些年代 不能睡覺是很正常的事 我最高紀錄當年做實習的時候 按照九十六個小時 九十六個小時加起來 可能睡了四五個小時 那時真是人間地獄 固然今時今日 為了醫生本身的健康 為了病人的福祉 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出現 但想當年那些真是很痛苦 很難捱的子女 你拿刀的 你隨時不能睡 我試過最久沒有離開手術室 都差不多三十個小時 因為我那天早上 一進去手術室八點開始 做一個長的症 當時我都是培訓當中 我也是幫忙 到差不多六點 就有急症了 因為那天是On Call 我一直做急症 十幾個急症 由晚上排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又有手術 結果我八點又踩到差不多三四點 完都三十幾個小時 只是在手術室 未出過半步出去病房 一天三餐都在裡面 不過就沒得洗澡 時代不同了 我們以往可能會覺得 自己有多少年做不停的工作 睡幾少 是覺得好像很驚人 很驕傲 但是今時今日 以病人的福祉先 我們知道你不夠精神的話 對病人來說是一件危險的事 自己的健康也不會一件好事 我也很同意 其實我想所有事情都應該與時並進 在這個年代 我們不應該這樣 將我們自己的極限推到最盡 始終病人的福祉和安全 接受一個正確的醫療診斷和治療 才是最重要的 到我抽了 讓我再問回你 Philip 你可否說一下 你過去剛剛的四十八個小時 做了些甚麼 過去的四十八個小時 和我平常在過去二十年做的事 是有少許不同和特別的 有甚麼不同呢 我以前可能是 著重於手術和內鏡的診斷和治療 病人照顧、研究和教學 但是自從宣布了我是你的繼任者之後 我發覺原來我有很多事 需要與不同的持份者溝通 所以過去四十八個小時 我以前不會吃早餐、下午和夜晚的時間準確 但因為要堅持份者 我早餐、下午和晚飯都非常準時 非常有規律 其實在一餐飯局裏面 都可以談到很多將來 對醫學院有幫助的計劃 我過往四十八個小時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不停準備收拾東西 要收拾包袱走人 平時一天不停開工工作 做事沒有不夠時間 所以現在這幾碼都是不停趕工 要學會斷捨離 太過多垃圾了 要怎樣把垃圾扔掉 然後才可以輕輕鬆鬆地搬到一個 新的環境、新的地方 作為醫學院院長 其實你最滿足達成了什麼目標 最引以為傲的計劃是什麼呢 好問題 其實過往這十年 我會看成是我們醫學院的黃金十年 真是成就了很多 很令人意上不到 很傑出的創舉 但如果你選擇一樣東西 我不會選擇是某一件事、某一個計劃 反而我都是擺在人身上 我相信一個地方之所以能夠做得好 能夠可以往後幾十年 我有信心會越做越好 因是人 我們過往那十年 我最開心是我們建立到一個團隊 那種的文化 是什麼文化呢 就是醫學院是我家的文化 你想想想你覺得這個地方是你的家 你會不會想你的家壞 你一定會將最好的給自己的家 很同意的 作為你的同事 我絕對覺得這是我們自己的家 我只差在未睡在這裡 我叫同事安排一張床給你 Philip 你就接我的位了 對於你來說 你覺得你最大的動力 要做這個醫學院院長是甚麼 其實這個問題真的很承接到 你之前的答案 都是人 從學生年代 去到教職員 去到現在做醫學院院長 都覺得這裡真的好像一個家 在黃金的十年 栽培了這班家庭成員 我相信我是要繼往開來 繼續維持著這個家 這是我的最大動力 因為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歸屬感 在這個中文大學醫學院裡面 我們才能夠發揮到最盡 當然我們也很歡迎 我們將來師弟師妹 甚至其他有識之士 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去為這個中文大學醫學院盡力 我願祝你開支散業 多謝 Francis 我就去問問你 在你做院長的時候 如何平衡臨床、教學、研究、行政 這些工作 其實我也希望拿些貼士 因為我也知道很難平衡 我記得剛剛我接這個位置的時候 大學的人事處跟我說 拿著合約 未來的陳院長 你這個醫學院院長的工作 是一百分之一百的行政工作 你不需要再做以下的工作 包括醫病、教學、科研等等 社會服務 你是一百分之一百的administrator 當時我告訴他 我說我會盡心盡力做好我的行政工作 做好這個院長的工作 但同一時間 如果我忽略我的病人 我不是一個醫生 我覺得我能夠做到醫生 是我一生的榮幸 我相信生命影響生命 我不可以不理不教我的學生 我亦都會覺得 如果我不繼續做科研 推動科研 我怎可能在醫學院大聲疾呼 幾些同事 你要科研術得好 如果不是醫學院會走下坡 所以到頭來我發覺 我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是24小時 你怎樣找 24乘4 其實我不會用時間來衡量 你做每一件事 你有的時間一定是有限 但我會覺得 經然麻煩給我聽 你做的時候 你全程投入的話 你已經做到一百分之一 縱使可能 你擺下的時間 例如我過往那段時間 最危險就是在家裡的時間少 但如果能夠在家裡 這麼少的時間裡面 我都要一百分之一百 把自己的心放進去的話 我只做了一百分之一 這是我的想法 其實我都覺得 自己如果是一個醫生 我對自己的要求 都希望能夠做好臨床 以及教學研究的工作 還有我又覺得 有些事情是以身作質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你想回去作為院長的哪一個時間 我會希望我回到我剛剛做院長的時間 因為我剛剛做院長的時間 正正我的恩師還在我身邊 例如我的恩師沈校長 我另一位恩師霍太輝教授 當時他們大樹很遮蔭 很多問題不懂都要問他們 現在每次都要自己想 自己做一個最終 有時候可能是一個困難的決定 所以當被人照顧的時候 永遠的安全感是好很多 我快要接棒了 有什麼錦囊給我旁下身 如果我要給你的錦囊 就是假如你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難 很大的挑戰 是你意想不到 或者你以前未經歷過的 我會建議第一 先問初心 為什麼我要做這個位置 我想做到什麼 第二 你選一個難一點的決定 那個通常都是對的決定 你選擇二的路 通常都不是對的 這是我給你的感樂 多謝 我相信你過往這幾星期 都不停見很多不同的自訓者 這件是好事 你了解他們有不同的期望 不同的想法、要求 我們在有限的資源、有限的時間裡 你會怎樣處理 保持著一個初心 在我們醫學院的發展 究竟我們初心是怎樣 平衡得益、輕重的時候 我想我發揮了無限的EQ 以及解說能力 希望能夠說服不同的團隊 以及不同的人 我亦都希望 每一個團隊能夠發揮他的長處 發揮他的優點 甚至每一個人 所有人都有不同的 我們可能作為一個比喻 現在我們帶著一對Avengers 不同的超級英雄 他有不同的長處 那些超級英雄都有他的短處 我只要找到方向 給他每一個擺對的位置 他理論上發揮的影響力 應該是最大的 Francis 你其實做了十年 醫學院院長 四任之後 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又是甚麼呢 離開辦公室後 我怎樣很想去做呢 第一件事 我會覺得是要鍛鍊好自己的身體 是最重要的 任何的夢想、理想 沒有一個好的身體 是甚麼都變成空話 我剛剛 早幾個星期前 已經做了全身檢查 很幸運 每樣都還可以 但是我告訴自己 不斷地每天靠三杯咖啡 充十八個小時 不可以隨時維持下去 要有充足的休息 和鍛鍊好自己的體魄 才可以面對未來更高更大的挑戰 這是我的想法 其實如果你問我 Francis留下給我們的事 其中一項一定是 將醫學院由直直無名推進到全球排三十位 當然這是排名 但是實質上 好像你這樣說 你留下給我們的 是擴闊了我們很多空間和眼光 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令到我現在都覺得 我可以做到mission impossible 其實都是你empower我們的 放心 Philip 高處未存高 你一定有辦法可以再上新高 我絕對有信心 我希望我繼續可以爬山 爬完這個山之後可以再上高峰 一定可以 Thank you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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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讚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更新片